看看大家還有什麼其他名字 還有沒有分區的 會有有點區還是有有點區 其實就比較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電腦分區這個概念 其實在一些內地或者台灣會有 因為他們一間店舖 起碼都百幾部機至二三百部 我知道最大的網路在中國是一千二百部機 但是香港最大的一間都遺憾了二百部機 最小的一間就二十多部機 所以如果我們集團來說 就以四五十部機為主 如果你說四五十部機 我們再去分區確實是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技術做到 因為他們其實做分區 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的機器太多 他們投資的時候 就不想每部機都買得這麼漂亮 他們就會買一些比較差的 就在這裡叫做上網區 就只是上網 買一些比較漂亮的 就在這裡做遊戲區 就給你玩遊戲 因為玩遊戲的要求是高過上網的 但是香港來說 因為我們買的店 全部都買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沒有哪裏的分區 所以無論它坐在哪個位置 都可以做到所有上網的事情 香港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謝謝你的問題 請說 剛才聽說 因為台灣的客人不僅僅 你也有一個網吧 是 正 剛剛我們去到台灣 也嘗試過台灣的網吧 台灣的網吧 沒有這裡那麼擠迫 和那麼磅 但是它也有一些比較舒閒 例如有些圖書給你看 或者有些給你吃 或者有些給你喝杯咖啡 或者茶 但是這些會否適應到香港 這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在最初台灣的朋友 來到香港開網班的時候 說的是1990年 2000年的時候 確實是跟這位先生所說的一模一樣 是在做20多元一個小時 但是喝喝飲食 飲食當然不會給一些很貴的東西 就是飲食就是薯條 薯片 雞翼 那些三文治 飲食就說有沒有氣水機 咖啡機 喝你喝你吃 20多元一個小時 但是那時候也是比較寬落一點的 而且那些位置是集中在尖沙咀 在旺角 但是由於香港那個網吧市場 其實那個收費是不斷下降 由20多元一邊跌跌跌跌到 剛才說的6至10多元 現在很多時候 就變成一個用者自負的原則 就是說 可能它來到 它本身6至12元這個收費 一小時這個收費 就什麼都不包的 只是包包機而已 你喝東西沒問題 但是要計錢 一杯可留多少錢 一杯咖啡多少錢 這樣全部拆散去 例計 另外你提到 台灣的地方很寬落 但是香港 由於 因為真的那個租金 其實 我都了解過 真是貴富富貴 所以 就真是做不到 這麼寬落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不同 你提到台灣有些 比較優閒的網絡 即是說 可能連買書 那些一起 可以借買買買 其實香港 舊時是生存過 這類型的 但是 亦都很快 亦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 對於這個市場 是否認得到 就是一開始 我們有說 我們做一門生意 首先要看明明 究竟能不能生存到 還有每個月 有正回報 如果每個月都做不到回報 每個月都虧錢 那就更加難說 做一個生存 更加難說 所以我們就 由於我們都見到 市場上 又不斷有不同的人 嘗試不同的款式的網關 譬如試過剛才說 可能連買 有些說 擺幾張網摩椅 好像穿過 那些網摩椅 也有試過 有些做完整個 飛機騰 也有試過 就是不同種類都試過 但是看到我們做得 吃不吃 我們知道 多謝你們 好 看看大家最好的 否則差不多 那我們多謝 謝謝 好 多謝大家 謝謝